黄青女用缝纫机帮人裁缝裤裤子修改衣服 也用这台缝纫机帮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的牛仔裤 裁缝成各式各样包括手提包 后背包以及零钱包等等 专属独有的个人化女性潮包 让杨秀玉爱不释手舍弃名牌包 每天提着不同款式独有的个人化牛仔裤潮包上班去 更不用担心会跟别人撞包 当时在五六年前我选举我有一些旗帜 他把我这个旗帜整个活化做成一个购物袋 所以开始我就说你会不会做嘎唧袋 他说好啊可以尝试看看 那这个嘎唧袋一直陪着我很多年 陪着我一起为民服务 那最近就是因为我在整理我的衣柜 发现我的牛仔衣物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些牛仔衣物都吵着说很久没有带出门了 因为这个时空背景的这个衣物 现在也不流行了嘛 那我是就在构思在想说 怎么样把我这些这个牛仔衣物 怎么样支援回收再更活化 那我也是问亲女姐姐说 可以把我的牛仔衣物 我帮我做成不同的一些 就是包包袋子或者公式包 那他说好啊你拿来让我尝试看看啊 那我就再拿给他做同样款式的 因为我大概都是做同样款式 其实他各种包包包型都会 那我觉得很不错 那因为我这些牛仔衣物也跟我有感情了 那我也舍不得丢到他们 因为都陪我二三十年了 那他们现在每天都很开心 都陪着我出门 但是还是会争宠 说一天只能够拿个一天两天再换另外一个新包包 所以我就会最近都会拿这个牛仔包包 都会每天换不同的造型 东西不要的东西不要丢掉 其实你可以让它更活化 让它更活化 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牛仔衣物也好 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物品 可以再活化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善用 让我们这个整个地球可以这个平衡 副议长杨秀玉合在七毒百辅社区 开设个人裁缝工作室的黄青女 结识在五六年前 当初杨秀玉用竞选丸的回收旗帜 请黄青女裁缝了一个包包 从此变成好朋友 而一向爱穿牛仔裤的杨秀玉 最近灵光乍现 想到把牛仔裤变身为个人化的女性潮包 而这个想法和裁缝师黄青女一拍即合 利用专业的缝绫技术 实现了杨秀玉这项创意想法 专属独有好看又实用 也容易清洗 我就是先看秀玉的需求在哪里 他教他的包包是什么形式 现在看他的口、他的材料 来把他整合 来把他整合 跟一些重要的部位 把他缺缺做一个 你如果做一个手提包 一个手提包一个是做不起来的 你要用两粒去蹭托起来才会漂亮 你如果自己用一粒牛仔裤 下去做起来的包包做起来 太单调不漂亮 你就用两粒至三粒的牛仔裤 下去分拌起来 这样才会漂亮 杨秀玉认为穿过破损 又舍不得丢自己非常喜欢的牛仔裤 可以变身活化再利用 让自己快乐又可以不浪费 或许还可以引领成为蜂巢 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好 好 好